都说日本人是细节狂魔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这个饭槽不仅颜值高 实力也相当优秀 不管怎么成饭 它都不会沾上一定米 这真的是太惊艳了 就算按压米饭也不在话下 这样的细节设计 真的太至于强迫症了 再也不用担心到处沾米饭了 信息也是相当的方便 小小的一盘胡椒粉 隐藏了很多人性设计 风口处有一个这样的U型设计 把开口的地方单独分离出来 首先就可以防止手残的人 把开口撕得太大 并且U型的位置可以刚好卡在瓶口上 往瓶子里边替换调料也很方便 完全不会洒出来 背后还附带一张贴纸 方便把剩余的胡椒封口保存 另外还有一个贴纸 可以写开封日期 这样就会知道贵不过期了 这小丸子也有个贴心设计 都不用剪刀 徒手就能分开 分开吃单独保存很方便 长得也和包装一样 但是这个位置的设计 你知道是做什么的吗 只要把丸子转个神 就能把包装盒当碗用 这里的设计居然是为了包装料的 不用麻烦的洗碗盘了 接着就是这个玉米妙脆角 纸盒子很好拆开 日本垃圾分类 是需要把纸盒子叠成方块的 这个设计就很感人了 沿着徐签扣开 就很好压变 也不用占入空间